給你一條件說 長軸是在s等於2上面 短軸是在y等於1 所以很明顯 給你這兩個條件 是不是等於告訴你中心的位置了 中心有了 只要找a跟b就好了 而且從長軸s等於2 短軸y等於1 你可以知道 長軸s等於2 所以長軸是垂直線的 短軸是y等於1-1 所以短軸是這樣 選平線 所以可以知道這個圖形是一個直立寫的果圓 對不對 它是一個直立寫的果圓 把它畫起來 這個是s等於2 這個是y等於1-1 所以從這邊可以知道 我的中心就等於多少 2-1 我只要找出a跟b就好 再來它給你的條件 第二個它說 長軸的端 長軸就是這一條 垂直線 跟比較近的交點的距離是2 假設這個是長軸的斷點 叫做a好了 交點是不是有兩個 在這裡 一個比較近 一個比較遠 比較遠 這個是f好了 這個是中心 中心我們把它叫做o好了 注意囉 取離這一段等多少 c 這段等多少 a 所以從這裡面我知道a f的長路等的話 這段等多少 a減到誰 c 所以a減到c 然後題目告訴我 長軸的端跟比較近的端 交點這一段的距離 誰記 2 是不是af的距離 這段是a 這段是c 所以這段是a減到c 剛好哪一記 2 所以你是不是得到這個式字了 所以a減到c等於2 那你可以知道a就可以寫成2加上誰 2加2c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利用abc的關係式把abc找出來 好 2b等於4跟3 所以從這裡b可以得到多少 軸的長路是4跟3b 就等於2跟3 那題目告訴我 因為a平方可以等於b平方加上c平方 好 a平方我們是用2加c來帶 2加c的平方分成b平方 2跟3的平方 再加上c的平方 好 展開 這個展開是得到c平方加上4c加上4 會等於2跟3的平方 多少 12再加上c的平方 好 這兩個c平方 反而怎樣 削掉了 最後你可以知道c等於幾 2 c等於2 4以下過來12-4等於8 4c等於8c就等於2 c下來等於2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a會等於2加7 所以2加7等於幾 4 a有了 b有了可不可以寫方程式 可以 中訊是2-1 所以方程式寫了x-2的平方 4加上y-1y加1的平方等於1 好 你要發現老三寫方程式的時候 5分母都沒有寫 最後才寫 知道我原理嗎 不要看得很清楚 因為你最後寫答案的時候 分母如果弄錯的話 ab都找出來 分母寫錯他就很悠慌對不對 所以他等一下 剛剛講這是一個直立型果圓 哪一個分母會比較大 y會比較大 Y的分母是a平方 所以a平方16 S的分母是b平方 b等於2跟3 所以b平方是幾 12 那就把它的方程式裡面要找出來 而且這樣子寫的時候 你要確定這個粒子比較大 這比較小 這個時候才是一個直立型的果圓 所以在寫的時候 我們一定都最後才先判斷 還有很多同學 在寫方式的時候 這個平方跟直立平方都忘了寫 這個你要這邊留言 好 你把它補錯一下